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所要用到的工具就是Footshop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中我们所要用到的工具大概就有一个抠图工具 还有我们所要用的就是图层的混合模式中的绿色和正片叠底这两个模式的运用 在制作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素材的合成时需要注意一些细节的处理 还有在使用绿色和正片叠底这两个图层模式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它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制作这个海报所要用到的素材 就这三张素材就这三张图片 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样然后运用那两个图层的混合模式 主要运用这两个模式把它合成一张火焰特效的海报 好首先呢我们打开我们的PS软件 然后双击空白处我直接打开这张素材图片 好Ctrl加A Ctrl加C Ctrl加N 然后我新建一张这样跟它一样大小的一个画布 然后Ctrl加V把这个素材呢粘贴到这个画布里面 然后呢我把这个素材中的人物和里面的这个文字分离开来 然后我使用的是套索工具 当然我们同学也可以用其他的工具都行 比如说钢笔工具啊 还有其他的什么工具都可以啊 还有其他的选择一些选择工具都行 这个工具有很多很多种方法 好我们把这个大概的抠一下这张图 关于抠图呢也有好多种方法 感兴趣的同学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看 我们都有像系列的一些教程供大家看 好建好之后呢我把它单独放到一个图层上 然后我可以这样做Ctrl加C复制一下 然后呢Ctrl加G这样放到这张图层上 好我们再返回来这个呃我们这个图层 就是我们这张底图 然后呢我把刚才的这个给它去掉 我再给它选一下 当然我们刚才呢也可以把它再入选区 然后把这个选区给它直接去掉啊 我现在重新选一下 然后按一下Delete键 然后把它删除 好我们把这个隐藏就会看到 我们已经删除过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底下是一层的 是个白色白底就是我们的背景色 显示到这个背景层上的颜色 然后这时候呢我想让它显示黑色 我新建一个图层 调一下图层位置 然后呢我们去掉选区 看出一下D啊 去掉选区 然后我把新建的图层它填充颜色 我就填充这个底色 然后我们把这个背景色设置成 选中一下 选一下对 选成这个图片上的这个底色 然后我们给它填充一下 CtrlDelete填充背景色 好现在这张图处理到这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步 我们先把这个文字文字这个图层放在这 到最后呢我们给它加上去 我们首先呢可以制作一下 这个楚桥这个人物脸上有一些裂痕 我们看一下怎么制作 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这个裂纹这个素材 然后呢我们选用移动工具 然后把它拖进来 这个素材放到这里面太大了 然后我们变换一下 看出一下T 然后缩放 这我直接调20% 这也是20% 不知道缩放到哪去了 我稍微再调大一点啊 30% 30% 不应用 我们把这个素材往这边拖一点 它的中心位置 我们要缩放好 找准位置 看出一下T 好我就直接按着Shift键缩放吧 按住Shift等比例缩放 缩放到多少合适呢 这就要我们看我们的需求 需要多大 我们就缩放到多大就可以了 好 假如说我就 可以再稍微小一点啊 假如我就缩放到这么大 然后好 按Enter键结束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涂层模式调整一下 调整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调整成绿色 是不是黑色 它就显示 不出来了 然后我调整成 正片叠底 调整一下 是不是就把 白色给绿掉了 对 这就是它们两个的区别 调绿色 是把黑色给绿掉 正片叠底呢 是把白色给绿掉 大家可以稍微近一下这一块啊 假如说我把调整到 它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这个裂痕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我要这个 好 这些不需要的地方呢 如果这些地方我不需要 然后我可以 咱们可以用图层模板 把它擦掉 选择橡皮擦工具 这样把它擦掉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加一些裂痕 然后呢 我就复制 这个涂层 然后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砍上下T 变换一下 稍微的变换一下 然后这里边不需要的呢 我们全中这个图层模板 也是把它给它擦掉 我们可以 我们好好调整一下 把这个图层模板删掉 我们重新找一个地方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啊 因为刚才的话 那个 好 我们给它添加图层模板 然后把不需要的地方擦掉 橡皮擦工具给它擦掉 好 现在这个裂纹呢 我们就制作好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火焰 怎么加上去 首先 眼睛里边 我们可以放大这个图片 然后打开火焰的素材 这张素材 然后呢 我把它建一个选区 然后我们拖到这张图里边 然后砍住下T 变小一点 当然我们变换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可以直接调这个百分比 也可以啊 我们要把它放到眼睛里 让它有这个 看着这个眼睛 让它的怒意更强 我们可以稍微转换一下 放在这个眼球里边 好 好 那怎么样跟这个 背景图融合呢 这里边也是需要 把这个图层的混合模式 调整一下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调整什么呀 对 绿色 调整一下位置 好 这样 感觉就出来了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背后也让它有火焰 我们同样 还是刚才的这张图片 直接拖过来 变换成合适的大小啊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添加 同样的是绿色 然后放在这儿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效果呢 即将就出现了 然后我们把这些不需要的火焰呢 也用图层蒙板 把它蒙掉 擦掉 我们调整一下图层位置 大家看图层位置也有很大的关系 好 假如我放在这儿 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文字给它加上 文字放在这儿 对吧 然后呢 我把现在这个文字呢 是竖着放 我现在把它横过来 可能要T调整一下 直接旋转 或者我们直接旋转也可以啊 直接旋转 旋转成差不多的位置 好 假如到这儿 按下键 然后呢 这个图层模式呢 我们也给它改成是 绿色 把它绿掉这个黑色 然后呢 把不需要的 我们也是用图层蒙板 可以给它去抹掉 我们只要这个特工黄废 这个文字 好 我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再处理一下细节 好 放大成百分之百 好 现在呢 我们这张火焰特效的海报 基本上就做好了 这里面呢 主要涉及到的一个PS里面 我们主要用到的就是绿色和 正片叠底这两个图层样式 大家以后会经常用到 大家要知道它们两个的区别 通过这张海报 我们可以主要是了解到它们两个的区别 好 至于其他的图层样式 还有我们会在其他的教程里面 一一给大家讲的 好 谢谢大家